这是八百壮士的谢晋元将军上色阵容 1937年10月 松户会战进入尾声 谢晋元帅八百壮士进驻四行仓库 他们孤军奋战四天四夜 挡住日军多次进攻 掩护其他国军向西撤退 并在楼顶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用生命守护民族遵营 此后民族英雄谢团长之名 以及八百壮士由此响彻全中国